来 挣几个海带 哎 您好 妈 什么死刀呢 你说 是这样的 我是我现在孩子是大个月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我跟我老公都是在北京上班 然后我是在北京长大 但我俩都是没有北京户口 然后现在就是 等于说孩子其实明年后年 就要牵扯到上学的问题 然后过几年又要上小学什么的 然后我俩的情况是 我们两个都没有高考过 都直接出了国 然后但是我俩就是 打小的教育体系 就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是 等于说从小 他们家里就是让他出国的 然后我是到了高中之后 是因为生病了 然后休学之后 医生不再建议我 就是在高考嘛 然后我爸才决定让我出国 然后现在就对于孩子 这个教育问题吧 就是他觉得是快乐教育嘛 然后就是想说以后 就是让他直接出国 然后我是想让他留在北京 就是不管你什么方式吧 因为 你俩孩子八个月就合计这么远吗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你说他远吧 合计太远了有点 就是你说他远吧 他其实 明年他就要上学了 然后就要上幼儿园了嘛 然后上幼儿园就是你公立私立 然后包括你小学 他是想说小学不行 就是回沈阳上 然后以后就出国就行 但是我其实我的心别在哪里 不是出国好的 你俩的干净怎么出国的好处是啥啊 他我不知道他觉得出国的好处是什么 他是觉得 你老公呢 你老公呢 我老公 马上一会儿上班去 你让他过来 我跟我问他 他没有 他现在睡觉呢 他四点上班 你站起来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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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等会儿我老公呢 不是 他现在真睡觉 你说 他现在另外一个屋呢 我咋说 你就说你说等会儿我老公呢 等会儿我老公呢 可能我睡觉呢 没事你接着说 就是 是这样 他现在自己其实也是做的是教育口嘛 就是 他 然后他就是觉得说 国内的教育就是压力太大了 他希望孩子就是快快乐乐的长大 然后之后出国这样的话 国内你也可以不念 我说什么 国内你也可以不念 你可以在家的孩子 天天玩 把本个电脑给家 踢了八年级 就是 就是我的心结在哪呢 就是我不是从北京一直长大的吗 然后我是海淀一直读大的 然后我就想说让我的孩子也去海淀读书 但是因为海淀其实现在风平怎么说呢 就是很差 因为大家都觉得海淀都特别的卷 但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 这个卷不卷 其实是对于孩子本身来说 孩子出国 我咱先这么说 孩子出国的话 你俩怎么办都去啊 感谢妈妈 孩子不是 他想的是孩子就是在国内就是这儿八经的 你就随便上上上到高中大学以后再出国 然后大学的话就不用我俩管了吗 就自个就出去 跟美国留学多钱一年不用你俩管 孩子从哪出钱呢 不是 我就是说他自己自己出去 就不用我俩陪着 好 愣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这些安定 这些反正 国泰民 风调雨 我跟他 我跟他意思是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 你 我的观点一直都包括我弟弟现在在英国留学嘛 我跟我家里说的也是 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 你出国你是去见世面可以 但是你真的说出国是因为你去外面是为了镀金呀啥的 我是觉得已经是没有那个必要了 现在国内因为我一开始也是做留学考的 就是国内那留学生你就是炸一炸弹都能炸死一百多个 然后就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这个东西很简单 一呢客观说考虑太早 因为什么呢 现在你看三年五年变数就很大 咱说往五年前一九年的时候 咱不说蜜蜜蜜蜜也不错 是不是也还行 对吧 你看你看这五年后就现在这样了 你别不要别说后面再五年了 到年底他又啥样你又不到了 你看他家谁谁换谁当化石人 到明年啥样又不知道了 世界杯能不能好起来又不知道了 那孩子还有吗十来年才啥 你俩现在考虑太早 都多余那啥 但是说如果说现在必须考虑的原因是未来出不出国 否则的话就决定现在的教育了 对不对 你现在讨论这东西我可以这么说 有能力的话就争取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 不用摆烂 我说白了你到国外去 如果你希望有一天说孩子出国 真的说如你所说 孩子长大考大学的时候上国外去 那孩子肯定也不是说蓝散长大了 啥也不用学的 完了那种一问三不值 到美国他就能混得下去的 明白吧 你就是如果你就算出国也不出国 你都应该争取 这是肯定的 就是因为其实我的想法是说 他们家是沈阳的 然后他想的是 然后孩子户口也在沈阳 他想的是不行就明年 就送回沈阳 如果送回沈阳 对你俩来讲压力能够小一点 然后你俩的钱方面也能多挣点 或者咋地的话 我觉得这没啥问题 而且我可以这么说 你别说沈阳或者北京了 小学上来讲真没有那么重要 小学能学的东西 你确实现在来讲也挺重要 但没有重要到的时候 至关重要决定时刻 关键时刻 像那个互联网说的 一年级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时刻 完了就把明天换个老师 二年级是绝对至关重要时刻 三年级绝对没重要到那么时刻 对不对 你俩要如果说不耽误生活的话 你就给孩子留身边 耽误生活 纵是辽宁一样 对吧 就是对孩子那句 因为我自己是我爸爸 拼尽全力 就是把我跟我弟弟 送到北京来上学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我让我孩子 离开北京上学 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好像我有点 怎么说 对不起我爸 还是怎么说 对不起的 有什么对不存在 那孩子成不成才 不在小学那里面 你只要不是撒鸭子 天天那么玩 一点不学的话不至于 正常学习不至于 然后还有 对还有另外 就是就是 他还是觉得 孩子就是每天快快乐乐的 跟着他 比如他带着孩子 打篮球啊 踢足球啊 什么就行 那我还是觉得 八个月你俩 你俩真是不进一家门 不是一家人呢 你俩 八个月打上篮球了 没有 他就是想说以后 对孩子的兴趣培养嘛 然后 八个月落上兴趣培养了 那你说孩子这么点大 你要漏的话 我说不好听 你俩这属于玩梦幻西游 宝宝还没洗呢 先合家打啥技能了 能听懂吗 宝宝洗完啥资质 还不到什么 公宝宝宝 法宝 邪宝宝 资质还没出呢 先合家得打个高臂 得打高级臂杀 那玩意杀害高 你这边打个法联也行 要不会有个法联 你是不是 你们俩唇有病 八个月 你是不是想太早了 对不对 你先看看海外杀天性什么的 这是慢慢开始能展现出的性质 是啥 在研究这些吧 嗯 好 啊 你再说一遍 你等等 你再等一会儿我老公 等一会儿我老公呢 这会不会不回答你呢 哈哈哈 哈哈哈